消防隊趕赴事故現場 各位來賓我們可以看到前方航機 航空公司機主人員現在正協助受傷及一位受傷的旅客逃生 並且他們會引導旅客到距離航機100公尺以外的安全區 並且在稍後會清點人數以及等待救援 各位來賓我們可以看到左方首先抵達現場的是台北站消防隊 消防隊在接獲通報之後會立即趕赴現場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三川消防一的台北站消防隊已經抵達現場了 由台北站的消防班長會擔任初期消救指揮官 目前他正指揮消防車部屬於上風處有力的位置 我們也可以看到消防隊員 航空機編出位置影響跑道即將請關閉跑道 航空機往前進入 航空機 航空機 消防防備員 咪嚴論 经萧救指挥官解释航空器没有起火之余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空军及民航所有的萧航车 萧救指挥官 萧救指挥官 我是场面级航务员 现在由我担任初级现场指挥官 于现场成立现场指挥站 萧救指挥官收到 各位来宾航主航车已经抵达现场了 目前正由场面级航务员来担任临时现场指挥官 也会在事故现场成立现场指挥站 现场指挥官 警备指挥官 向航警报道 警备指挥官 请进行三线两区管制 并支援车辆于绍口 协助引导于交通管制 各位来宾 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航警局已经抵达现场 并向现场指挥官报道 我是警备指挥官 我已指派人员与支援车辆效果 协助引导进行交通管制 便于现场完成三线两区管制 收到 我已请成立财务资方区 并派员警戒 我已请239建兵营支援 收到 各位来宾 我们看到前方军方239宪兵 你也已经抵达现场了 稍后会向现场指挥官报道 并且立即支援现场的警戒作业 在现场我会 我是阿法航空公司机长 机组人员请所有乘客已全速撤离 Roger收到 请在这边稍待 待会 委航务署走车 各位来宾 我们可以看到 前方航机有四名的消防队员 现在已经进入机舱 经由消救指挥官调度 四名身穿进入室 消防衣的消防人员要进入机舱 确认是否还有受困的旅客 在现场我们也可以看到 航警局勤止中心 正派员以三角追及警示代 向前方我是宪兵两半九零 三位老百零 以帅 你为宪兵 收到 请立即向警备指挥官报告 协助警戒相关作业 向警戒指挥官部下 目前所有旅客 可以救出 跟电机舱已无旅客 收到 消救指挥官向现场指挥官报告 经消防人员进入机舱确认后 所有旅客均已救出 而机舱内已没有受困的旅客 我们可以看到 航务组的黄车 现在是由航务组长所驾驶 但航务组长已经抵达现场 消防车一号经理留在现场指挥官 延续警戒 设备主任呼叫 平昂一号空军消防车一步 继续留在现场警戒 除消防设备 消防 消防指挥官收到 知识 知识 航空机上有机上乘客 78人 一组原6人 共计84人 目前已检视航空系无急火之云 机上旅客警已全速救出 两部消防车持续警戒 验机座已针对受伤旅客进行 警易处理 现在开始由我带来现场指挥官 我来先将两位政府机师 请到航务组织 请进测试 实际上接收到 理及带领 现场指挥权 由场面席航务员移转 给航务组组组组组担任 并且他指示 场面席航务员将驾驶员 带为航务组进行酒册 警官 防务团干事 算领防务团成员及车辆装备交通 将未受伤旅客送往第一航下国际接驳大厅休息 立即办理 官员我们可以看左方的由防务团调渡的接驳车 已经将未受伤旅客送往第一航下国际接驳大厅休息 现场我们可以看到经营消防